而另外一个争议就是国民党立委洪秀柱 再度杠上前行政院长游席坤 主要在前年政论节目上 洪秀柱公然说游席坤没资格当狗 那么法院就判决洪秀柱的言论 已经明显构成公然误入 要求洪秀柱要登报道歉 还得赔游席坤十万块钱 结果洪秀柱今天再度出面质疑 说恐怕法官是觉得 那游席坤是够资格当狗 所以他才会败诉 因为他认为自己讲说 游席坤没资格当狗就败诉 那是不是要说他有资格当狗呢 好 这种话还是真的非常的酸 游席坤听了当然也很不高兴 说洪秀柱怎么跟李庆英安一样 都是这种硬拗的性格呢 骂了游席坤没资格当狗 被法官判了十万块 还要登报向游席坤道歉 洪秀柱还是酸溜溜 他哪有狗可爱 所以我说他不够资格不配做狗 法官判我输 难不成 法官反对我说他不够资格 难道法官说他够资格吗 我也搞不太懂了 故事就发生在前年某个政论节目上 当时来宾郑村奇说 游席坤是最中心的狗 在场的洪秀柱附和说 这是侮辱了狗吗 才为期的游席坤一撞告上法院 原本一审判洪秀柱无罪的 直到后来游席坤上诉 判决结果才大转弯 我们家小狗连上厕所都知道铺了尿布才才大小便的 我们家的狼狗有正义感 听到阿扁就嗡嗡嗡嗡就会叫 会生气的 所以我说你不可以随便侮辱狗啊 洪秀柱委员民事刑事都败诉 那他应该要悉心来接受 结果他不但没有接受 还讲了一些悬念嫌疑 我是觉得这样是硬拗 就像李清安事件也是这样硬拗 他这样讲 我的律师 我的律师跟我讲 可以再告了 所以我出准下来 游席坤不甘示弱重力回击 是个三年的恩怨 想不到在法院判决后再度隔空交火 蔡西文 杨秀金 江一红 台北报道 接下来也是跟洪秀柱有关 这倒是在立法院的教育委员会 那么民进党立委管毕林 上回为了要争取这个民进党又提案权 于是在一阵争吵当中 他打了洪秀柱一巴掌 好 上演这样的一个女人战争 立法院院会决议 要把管毕林送交纪律委员会来益处 那么管毕林就说 好 他争取到提案权 虽然被移送纪律委员会 但是感到光荣 国民党对他追杀 却包庇李静安 他说让人感到难过 不过洪秀柱还是反击 他说一个曾经当过文化局长的人 怎么会有如此的家教呢 洪秀柱还是讲得很生气 而另外一位女性来